您選擇坦言 有成長才會有分配 政府並未忽略半導體產業 未來會將以溝通解決問題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您接下來收看的是 旗開得勝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中華財經台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晚上的8點 以及早上的7點半 收看我們旗開得勝 我是張家豪 今天加權指數創高 我相信市場上 絕大多數的投資專家 在今天盤後的節目裡面 多大肆的吹噓 今天要賺了幾百點 可是與其跟各位去報告這些 對各位幫助不大的東西 反而要運用今天的節目 跟各位報告一個比較 跟你切身相關的一個觀念 我相信這個才是 對各位比較有幫助的東西 我相信只要是投入期貨市場的投資人 大家都知道期貨的特性 就是我們寫的以小博大 你用小小的資金 你要去賺好幾倍的一個金額 這個是期貨它的一個特性 可是很少人會知道 以小博大這個前提是建立在 節奏踩對的情況之下 怎麼說呢 各位其實期貨操作 如果節奏不對的話 不管你再怎麼努力 最後都是白費的 這個阿豪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提過很多次 可是很多人聽完之後 這八個字感覺很難去想像 因為期貨操作不就是 一點兩百塊在那裡 叫它輸贏了嗎 今天在期貨創高的同時 阿豪剛好運用我們盤中 帶領著我們會員朋友 在這市場上以小博大的 實際的一個案例 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什麼叫做以小博大 那跟節奏有什麼關係 那各位如果你以小博大的話 那又能夠得到 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這是我們今天節目 要跟各位去分享的一個重點 來各位開始囉 注意聽喔 昨天是10月24號 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是不是跟各位報告 它呈現的是一個擴散線型 好那我們重點放在這個地方 阿豪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如果它來到這個擴散線型的上緣 去放空這個是OK的 可是它是不安全的 它雖然是一個利潤最大的點 可是它並不是一個最安全的點 很多人在昨天都聽完這句話之後 心中還是有聽沒有懂 來各位我今天就實際給各位看 來各位為什麼阿豪昨天會這麼講 你看到這條線你就知道了嘛 你問老師今天真的是你昨天講的 擴散線型的上緣放空 結果今天它走一個突破 再創新高 我終於了解你昨天講的那個意義了 我先給各位一個答案 很多人會好奇說 哇那今天突破在走新高之後 接下來會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情 各位如果今天它是純粹帶量突破走新高的話 這個是下一段行情的開始 可是它今天的突破是建構在高檔收2K 必有低點這個繩子K線 開中名義第一條的情況之下 各位你知道 要跟你講的是什麼意思了 好那我們再回到今天的主題 什麼叫做以小博大 那踩對節奏又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我昨天有跟各位報告 在擴散線型的上緣去放空 那個是利潤最大的點 但是它相較之下是一個不安全的點位 那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早盤第一個小時其實很悶 上下只有28點對不對 11月的台子期 好那過了9點45分之後 開始出現了一個行情 也來到了擴散線型的上緣 那阿豪再帶領著會員朋友 再擴散線型的上緣去做一個動作 10點55分的時候 台子11目前報價已經來到了9348了 直接試駕放空 可是設定停損25點 如果這一筆單它從9348往上 只要突破9373之後 這筆單我們一定要先行做一個平倉出場的一個動作 這筆單如果你單純看這筆單的話 你就知道老師那這筆單最後是不是就停損出場了 各位這筆單我們確實是停損出場 老師那這樣子25點的話感覺很痛 真的是很痛 對啊這個就是踩錯節奏 那就必須要去付出代價 可是我要讓各位觀眾朋友看清楚的 整體的一個架構在什麼地方 今天這一筆單它雖然25點 我們是做風險控管 可是各位你如果單純看這一筆單 你看到的是25點的停損 可是我要讓各位看到的是 這筆單之前的三個交易日 我們做了什麼動作 注意看 要告訴你講的 我們就是用實際上帶會員朋友做的一個例子 你才知道要跟你說的意思 來 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當它已經進到警戒區 擴散性警戒區的時候 盤點掛架9288增負2點放空 這個是上個禮拜四 10月20號 好 這一筆單放空完畢之後 它是不是就跌下來33點 那我們是不是 隨意取用 市場上有給我們這個隨意取用的一個機會 找對了點 搶對了位置 當然 趕快累積手頭上的一個操作資源 這是不是在上個禮拜四 好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它仍然是停留在這個擴散線型的上緣 還沒有突破 好 禮拜五的時候8點36分 同樣盤前掛架9304增負2點去做一個放空 而且設好停損25點 這一筆單到了9點55分的時候 這筆單已經獲利超過50點了 口述多的我們需要獲利回補一半 其餘的就設停立馬 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趕快累積操作資源50點 先把它抓到口袋裡面 這個是不是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你看了整天 會覺得當天最大的一段行情 就是這一段 就是被R號老師抓到的這一段 但是R號的重點是 如果能夠抓到這個節奏的話 趕快累積手頭上的一個操作資源 所以上個禮拜四30點 上個禮拜五50點 趕快累積會員手頭上的一個操作資源 或許你在當時你看這樣子一天一天 會覺得不錯啊 30點50點這樣賺 1點200塊也不錯嘛 可是R號要跟各位報告的 不是三五十點的獲利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了昨天禮拜一的時候 9點14分的時候 台子一目前報價已經在9318點了 我們直接試駕放空 試駕放空 好 再去放空 因為是在擴散線型的上緣馬 那到了9點46分的時候 9318的空單已經獲利超過40點了 那口述多的 當然我們先把它獲利回補一半嘛 其他的設停利停損改停利嘛 是不是又把市場上的錢 再把它抓到口袋裡面 那昨天R號也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這一筆單R號進場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在假突破之後的第一時間點 我們當機立斷這是一個可以 累積手上資源的時間點 9318空 空完之後直接殺下來 40點做一個回補嘛 那你從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 包括昨天的禮拜一 30點 50點 40點 你這樣子看下來其實你會很過癮嘛 可是你不了解的一點就是 老師為什麼你一直在強調 要累積手頭上的一個操作資源 各位30點 40點 50點 我們取個整數這樣有超過100點嗎 有啊 已經超過100點了嘛 好 那當你已經超過100點的時候 你現在再回頭來看 我們今天在盤中的哪一筆單 我們風險控管是25點 你覺得老師在做什麼動作 當你已經抓超過100點 累積手頭上的資源的時候 你在擴散洩型的上緣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小小的風險 去博取一個擴散洩運 他如果真的反轉下來 至少400點起跳 這麼大的一個機會點 然後在做的是什麼 以小博大 是不是用25點小小的一個風險 我們再博取一個下來 至少400點起跳的一個大利潤 可是這個前提是建立在什麼地方 你必須要有能力 去踩對市場上的節奏嘛 你不能夠今天進去 停損 明天進去還是停損 後天進去還是停損 各位等到真的有那個大利潤的時候 你不敢進場了 所以以小博大 這個是期貨操作的一個特性 可是很多人會忽略掉了 以小博大 你真的要做到這一種操作模式的話 你必須要有能力去踩對節奏 禮拜四三十點 禮拜五四十點五十點 這樣先拉起來的時候 你今天有沒有那種智慧跟勇氣 當他來到擴散線型上緣的時候 25點可不可以跟他博取一個 超過400點的一個大利潤 這個就是阿豪今天要跟各位去分享 一個更重要的一個重點 不然你每天 甚至說你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你是剛好反過來 轉一點點你就很想跑 可是如果一旦被他咬住的時候 整段都被打起來的時候 各位那種操作模式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操作模式 這個是阿豪的肺腑之言 那如果說以小博大你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而且你是能夠踩對節奏的時候 你剛才看到的那些短線價差 三十點四十點五十點 25點的一個停損 其實他都是小打小鬧而已 你真的有辦法去踩對節奏的時候 各位你就有那個智慧 有那個自信去博取一個更大的利潤 怎麼說精準點的節奏掌握 來在10月12號這一天 10月12號這一天 當天告訴你 他在架構的是一個頭肩頂 可是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的話我們這個地方做一個放大 是不是告訴你 當他來到這個右肩的位置 可以去佈空單 因為他是頭肩頂的右肩 可是他一旦突破了這個頭部的時候 這筆單一定要先行做一個風險控管 這個是不是以小博大節奏的一個掌握 好那空單進場之後 隔天他是不是跌下來了 隔天他是不是跌下來了 那跌下來之後 我們在這個地方放空的理由是什麼 放空的理由在9262點 這地方放空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右肩拉回了 而且K線案是9128必然在線 所以在9262那個地方 右肩的位置 當他還沒有突破那個頭部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個精準節奏的掌握 那個節奏踩下去對不對 踩在這邊對不對 我相信你事後看到他是對的 因為他已經跌下來了 可是問題是你如果在那個盤中 在他來到那個右肩的位置 你有沒有那個智慧跟勇氣 去做出正確的決定來以小博大 關鍵就在你的這個節奏 掌握度到底有沒有那個精準度 可是如果說你自己沒有辦法 去掌握住那個節奏的 那你如果是跟著R老師 藉由R老師的團隊 來幫你去掌握節奏的時候 當他來到那個右肩的位置 他會請你做一個動作 10月12號 當他來到這個右肩的位置 9262這個地方就是放空 9262就是放空 而且這一筆單我們知道 他接下來會有一個大波段出現 9262空單可以留倉 10月12號 好當他還沒有跌下去的時候 當他還在那個地方盤整的時候 9184空單我們再加碼 再去做一個追空 9262空 9184空 那留倉之後呢 下個交易日你看到 9167吐一次 吐兩次 沒有辦法站上平盤 兵敗如山倒 從9262一路的崩跌 超過200點來到了9086 你如果在9262 在那個右肩的位置 你如果對節奏的掌握度 有9成以上的把握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去抓到這種大機會 好 可是當他從9262這個地方 右肩的位置崩下來 已經將近200點的時候 反而做了一個動作 9086我們買多 9076我們再買多 甚至我們把波段空單在9085這個地方 把他做一個回補 是不是 是不是10月17號當天 9086買多 9076買多 把波段空單先行把他做一個獲利回補 這是不是在10月17號 可是就在我們做完這三個動作的時候 9086買多 9076再買多 甚至把波段空單在9085這個地方 把他獲利回補完畢之後 接著你看到市場上 他就做漢地把從 當天就漲上來100點 這個叫做什麼 9262空 空完之後殺下來將近200點 在9086這地方回補買多 翻多的時候漲上去100點 這個叫做什麼 節奏的掌握 這叫做節奏的掌握度 當你有這種節奏的掌握度 你的精準度可以達到這樣子境界的時候 各位 那你在期貨操作上 可不可以達到以小博大 可不可以用一個小小的風險 去博取一個大大的利潤 這筆單你在當天看起來 哇已經100點了 感覺很快樂對不對 各位 幾點能100塊嗎 光是一口就已經多少了 可是各位 如果說你有辦法把這個精準度 以小博大的這種精準度 把它發揮到極致的時候 市場上他可以給你多少紅利 你知道嗎 這筆單我們後來是怎麼去做一個處理 來 10月19號 當天是10月台子期的結算 結算當時最高點來到了9300點 可是我們在結算的前一刻12點48分 12點48分 當時的報價來到了9296點 手上9086正負兩點的流暢多單 我們從禮拜一禮拜二到禮拜三結算三天布局的 獲利已經超過了200點了 因為從9086正負兩點到9296 是不是已經足足超過200點 全數獲利平昌 全數獲利平昌 各位 這是不是一個完美的結算 其實很多人當天看到這裡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當下 你看到的是當下 你看到的是 哇老師真的很棒耶 三天的時間 從9086這樣子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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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超過了9300點 你平在9296點 很多我們剛進到團隊的一個 觀眾的一個會員朋友 他們都說 老師我真的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一口單 那種獲利超過200點的操作了 在當天真的是很感動 這個是你看到的一個 一個當時的一個情況 可是你不了解的是 我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 我為什麼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模式 因為我遵守的是 期貨操作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必須要以小博大 你要用小小的風險 去博取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利潤 可是要做到以小博大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模式的話 你必須要建構在一個前提之下 也就是你的節奏 你那個節奏的一個掌握度 要非常非常的一個精準 我必須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或許你操作期貨 你都有聽過一句話 期貨操作它是沒有僥倖的 這個是大家聽過的 沒有僥倖沒有平一時運氣的 可是你沒有聽過的是下一句話 期貨操作沒有僥倖 可是期貨操作一定有慣性 什麼叫做慣性 各位你自己去檢視一下 你現在操作的模式 甚至你現在在跟的老師 他是帶你以小博大嗎 他是帶你用小小的風險 去博取一個大大的利潤嗎 還是剛好是反過來 第二個他節奏的掌握度 到底精準度高不高 他為了獲取一筆單 他要停損掉幾筆 才能夠獲取哪一筆單 你不妨用這種角度去檢視 你目前的一個操作模式 期貨沒有僥倖 這是大家承認的 但是期貨一定有慣性 如果你的習慣 或是你現在用的模式 他並不能夠讓你達到 你想要的一個獲利目標的話 各位 那你沿用這樣子的一個 慣性下去的話 你覺得在期貨操作的市場上 你要到什麼時候 才能夠真的達到 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標 這一點 我相信你今天看完阿豪老師的節目 你好好的去做一個省思 好好的去做一個調整的話 你接下來才有可能 在新的期貨市場上 有一個新的成績單 那阿豪也在這地方 要再次的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去做一個報告 其實期貨操作 他很單純 可是你必須要有很深的功力 或許你自己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鑽研這麼深的一個功力 光是一個節奏的掌握 就很多人被搞到運投轉向了 可是你是阿豪的節目的觀眾者 我在這地方 再次提醒各位一個重點 其實有錢人跟窮人 你看到的機會都一樣 差別是在於誰有先行動 期貨操作沒有僥倖的 這是大家認同的 可是期貨操作一定要有慣性 如果你發現你現在看到的 是一個讓你改變的機會 各位 差別就在於這三個字 好好的去做一個調整 我希望在明天重新開完盤之後 各位你對於期貨操作以小博大節奏的一個掌握 有更深層的一個掌握 也幫助你在這個期貨市場上 達到你想要的一個結果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告訴各位 那他已經來到擴散線型上緣了 今天也做了突破了 那到底接下來的機會在什麼地方 馬上回來 幫您掌握市場賣動 我們的自禁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賣動 我們的自禁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人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 从此为爱出发 欧洲年度最佳NPB Citroen C4Picasso Citroen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资金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好 见到股天 老板 抱住 香菇 月娜石台 空白而住 好 瞧 不见 让你刚开五台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各位今天在扩散泄行的上缘 我们去空了一笔单 25点做了一个停损 可是我要让你看到的是 那在这一笔25点停损之前 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带会员朋友做些什么事情 昨天9318市价放空 跌下来40点 获利回补一半 其他的停损改停利 40点先把它劈起来 离拜五 9304市价放空 跌下来超过50点 获利回补一半 其他的停损改停利 50点先把它劈起来 上个礼拜是9288 放空跌下来30点 市场上的财富是不是让你随意取用 30点40点50点 你看到当下觉得还不错 可是那毕竟是短线的交易 真正的用意是在累积 会员手头上的一个操作资源 当你累积手头上 这些操作资源的时候 各位 你就有那个能力跟自信 去博取一个更大的机会点 这是上个礼拜四 11月的台子期 但是前一天 上个礼拜三 10月19号 10月台子期的结算 我们从礼拜一 9086这地方 市价买进 买进多单之后 一路往上 狂涨了210点 最高点来到了9300点 我们在9296点 全部把它获利平仓 当时很多新进的会员朋友 当这一通文字简讯 传送到他手里面的时候 他看到9296 手上9086 流仓的多单 已经获利超过200点 全数平仓的时候 他真的非常的感动 他说阿豪老师 我已经很久没有获利 一笔超过200点的口述了 的单子了 可是各位 阿豪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动作 因为阿豪遵守一个原则 以小博大 把期货操作的精神 花卉到极致 用最小的一个风险 去博取一个数倍的一个利润 但是前提是建立在什么地方 节奏的掌握 节奏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掌握 其实说穿的你必须要非常精准的去评估你的那个出售点 明天的精准出售点在什么地方 我是这样规划的 他今天走的仍然是扩散卸行 11月的台子期 他仍然走的是一个扩散卸行 可是在这个扩散卸行的时候 到底精准的出售点是在什么地方 来看清楚了喔 在C微波的部分 他呈现的是一个上升相形 那精准的出售点阿豪已经帮我们每一位会员朋友都做好精密的计算了 我希望你看完今天的节目当中 你能够去检讨去调整 如果你现在的操作 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你获利的目标 不管你是自己操作 或是跟着其他的团队老师操作 都一样 你必须好好的去做个检视 你现在的操作模式真的是以小博大吗 你现在的操作模式 真的有掌握住节奏吗 你没有办法用旧的自己去换一个平行的位置 好好的想通这句话 我希望从明天开始 你做出正确决定之后 你可以真的成为这市场上一个实质的赢家 感谢各位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以为独开春 山水是冷凤凤 婚子在大不担人 保存不怕手挡 刷入线水收草到两档 每天天更无法够抗 在我八岁是六个天 坏好天冠军冠 整个人打到变农冠 一世人操楼不在乱典 因为是祖公子老的山 比较辛苦也没办法 如果开车 龙库做事后一般保护典 明天才开车 保护典斤 投资获利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1000 2578-1000 我的时尚风格由我决定 我的世界我做主 德恩堂清亮潮净价 整部1680元 德恩堂眼镜 投资获利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到这边也OK哦 五坤都八